对于目前市面上还在销售的车而言 拥有传统的机械钥匙已经算是少数中的少数 即便是便宜的车款也有不少车型早已全面采用无钥匙设计 然而早已全面采用感应式钥匙设计的宝马 似乎正打算往下一个阶段迈进 舍弃传统的钥匙设计让车辆能够直接被驾驶启动 宝马全球销售与市场部门董事长罗伯森 在今年法兰克福车展中受访表示 宝马原厂目前正打算舍弃传统的车钥匙设计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原因 正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宝马车主而言 人手一只的智能手机搭配宝马所推出的专用APP之后 车主能够直接透过手机远端遥控解锁或是发动引擎 说实在的到底现在还有多少人需要传统钥匙 在今天感应钥匙登场搭配免钥匙进入系统之后 车主从开门上车到座上驾驶发动引擎 钥匙从头到尾都会被放在包包或是口袋里 反而让钥匙的存在显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正于如此宝马目前也正积极寻求 如何能舍弃传统钥匙设计 当然宝马也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汽车品牌 先前特斯拉也有过这样的念头 打算取消传统的车钥匙设计 虽然目前还没有品牌真正做出这项决定 但相信这应该是未来新世代汽车工业开发的下一项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